彭亨刮拉利杯一名割交工人患上了第三期大肠癌 但是走遍五所政府医院都被荡成人囚 不断跨州求医 还试图自杀轻生 在热心人士协调之下 男子决定到私人医院求医 无奈收入微薄 所以向大众筹款20万令吉 充足化疗和手术费 政府医院也受促检讨程序 保障国人的医疗权 57岁的廖春发去年底开始大解次数十分频密 由时候一天晚上就得上厕所20次 原本以为是吃错东西 到情况久久不见改善 于是在五月到利杯中央医院检查 才被告知有可能患癌 由于每月割交加上妻子 当清洁工人的收入只有2000令吉 还得供养两个在学的孩子 因此廖春发选择到政府医院求医 但过去三个月 跑遍彭亨 雪兰儿 吉隆坡和布城四家医院 都无法得到适当治疗 更让病人灰心的是 虽然手术两天前已经预约排期 但到手术当天 医生却以布德控为由取消手术 求医过程困难重重 病人还一度想自我了结 我想跳下来 那是在几楼啊 四楼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想 你想跳下来呢 我很辛苦啊 不耐啊 小孩子还小不舍得 就拼命这样子顶下去哦 他很辛苦 每天晚上一直喊辛苦 他想要死掉又不死 然后每次排便都一直喊 我希望他可以尽量 尘光爱心队长李杰文护知病患的困境以后 安排他到雪兰儿巴达林在一家私人医院检查 确诊患上了大肠癌第三期 在病情加剧以后 廖春发无法工作 因此希望向公众筹 二十万令吉的化疗和手术费 多次帮助病患筹集医疗费的李杰文指出 廖春发的个案凸显政府医院的医疗程序有待改善 因此呼吁卫生部加以检讨 善信人士可以透过荧幕上的资料捐款 并填上捐款受贿者的姓名 巴特公坚实习记者许嘉欣吉隆坡报导